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会儿还有事呢 我的事比你的事大 你有什么大事啊 老板 今天这车子让小姐用 她说的大事啊可是终身大事 走 去吧去吧 老板 我还从没看见过小姐这么开心的 我也为她高兴啊 她最近的自我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总是把自己当成劫阀场的英雄 这都要感谢那位画家余先生 没错 太湖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早上 怎么样 你还好吧 我很好啊 你来找水村啊 嗯 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怎么刚回来就出去了 会去哪儿呢 走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他们一定在那儿 说不定星野和苏琪姐姐也在呢 真的啊 好吧 太福 你还不知道吧 你走了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 路上跟你说吧 水村因为重获自由 胸膛里突然空旷起来 她不知道应该在心里装些什么 她 因为现在的她 任何一间身外之物 都是累赘 也许这种自由 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可对于她这样一个内心感受 极其敏感的人 对身外的世界 往往视而不见 或者一无所知 那天天天 earth 你不要去哪儿 你不要去哪儿 你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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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 你要去哪儿 你不要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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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拒纷到你哪儿 我们猜到你哪儿 她和你老公子是想这个 水孙 你是个经历了生死的人 现在站在这儿 有什么感慨 我当时已经感觉不到生命的可贵 在监狱的时候 尤其是最后那几天的日子 一直是你们对我的友谊 在支撑我的信念 真的吗 我也很奇怪 自己为什么没有惧怕死亡 那段时间我没有去想离死亡还有多远 而是在回忆以前的事情 真的 如果一个人不惧怕死亡 死亡又近在眼前 那么他之前的一切 都会是他生命中的收获 包括和陶芝的爱情 一部分 很小的一部分 你 我说过 那段时间 我已经不在乎死亡了 或者可以说因为他 我更愿意加快死亡的速度 为什么 因为赠婚 水孙 他现在对我来说 是个影子 仅此而已 影子 是啊 有时候影子对一个人 也很重要 他介乎虚幻和真实之间 让人无所失所 谁 大夫 爹 大夫 我想你们 我也是 你好像变了 你也变了 我在路上听子言说了你的事 还好是一场骑惊 你好像没变啊 你干吗 焚蔔我出事啊 怎么了 你有什么变化 难道又出事了 我当然出事了啊 我拿了全国摄影比赛的头登奖 还有五千元奖金 你们说这事小吗 干吗这么看着我 真的 财主 您得请吃饭 没问题 我还要分些钱给你们 让你们分享我的快乐 快乐我们就不要了 钱嘛我们是要收的 我知道你开玩笑的 这钱也是快乐一部分 不要不行啊 不知道你们在收些什么 我来呀是想通知你们 明天我要在南京大饭店设宴 为水村押金 另外还请了许多的记者参加 我要向他们宣布 水村是自有才华的画家 另外 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 他是被无辜陷害的 太好了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水村 你要好好把握 这扬名立万的时候 终于到了 水村 真的很感激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但是我现在手头 没有自己满意的作品 而且 我也没有心情去吹嘘自己 水村 你以前说过 你最满意的作品 不一定在纸上完成 我说过吗 我说过吗 不知道 喜欢哪个 银子 这件事情 六山 前一阵子你说不愿意水村有难的时候结婚 我答应你了 但是水村已经出来了 你不会又变卦了吧 变卦也行 你得跟我说出一个理由 你说吧 我听着 我 秋真 梁兄 水村 水村 大夫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早上 怎么样 身体恢复得如何 一切都好 馨姨 你真是 出了这么长时间 今天才过来见我 我是怕你见到我情绪失控 所以故意耽搁几天 让你冷静一下 梁兄 这就开始准备了 前阵子我们本来想把事情给办了 但是秋真担心水村在牢里受苦 就一直没办 现在 你们来之前我们正说这件事呢 日子定了吗 要不要我找人给你们掐算一下 好啊 反正你们是秋真的好兄弟 这事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说什么时候办 就什么时候办 我看行 今天晚上咱们找个地方吃一顿 一来为水村押金 二来 也算你们为我接风了 好 妈知道 她喜欢你 可是妈那会儿 但是她要是不走的话 她能得大奖吗 这叫因祸得福 怎么 她常跟你提这件事情 人家穷的时候不答应 人家穷的时候不答应 现在人家有钱了倒想答应了 你怎么这样 更何况 我现在都这样 你怎么样了 不是挺好的吗 我是挺好的 可是 是 她 妈不是那种见钱也开的人 妈知道 她是一个有出息的人 能干一番大事业 妈不过是叔叔的 来 抱抱我们去啊 谁让你让这么大弯子的 我还以为 阿姨 阿姨 太古你来了 你来了 阿姨知道你得奖了 真为你高兴 多谢阿姨惦记着我 也没什么 撞上好运了吧 是 人这一辈子能撞到一次 就不错的了 你打算今后怎么办呢 南京和上海 都有杂志社请我去工作 我还没有答应呢 对 这件事情 是得好好地考虑考虑 前两天 小刀去了上海没有请假 他们话剧团就老大不高兴的了 以后让他演不演出还不知道 昨天我想找他们团长说说去 太后啊 现在你也是一个有面子的人了 以后得多帮帮我们小桃 小的是我妹妹 她的事自然就是我的事 谢谢 太后我们走吧 妈 我们走了 妈 行 阿姨 我们先走了 一会儿我把小子送回来 好 以后我们就常来玩啊 阿姨再见 慢慢走 好 现在太后有钱了 连说话都不一样了 真是 终于兄长别觉得我人变了就好 来 供应慈悲 完了我有话说 我把东西拿出来 走了 把东西拿出来 苏喜 主持 四眼 青山 好了 你讲话吧 你讲话吧 现在放在你们面前的 是我奖金里的一部分 每人五百块钱 我知道你们不会要 但是如果你们理解我的心情 理解这个举动对我的重要性 就请你们收下 没有认识你们之前 我是一个找不到生活方向和理想的人 我很庆幸这辈子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我因为尊敬你们 所以你开始尊敬我自己 其实这兴风里放的五百块钱和一块钱没有区别 甚至和一个空兴风也没有区别 我想说的只是 想证明我对朋友的敬意 请你们接受我的这份金 不过 我实在想象不出 这么大一笔钱 我用来干什么 什么 我的好像多一些啊 还说你不知道干什么用 连钱多都能看出来 不是我认识你最早 就多给我吧 多了来点钱 我想让你转交给丁丁做学费 我知道你一直把她当妹妹了 这也算我这个做兄长的一点心意 她说这些钱其实是有用处的 她想帮水村办画展 帮星爷办独走音乐会 这是她给你的结婚礼物 你的她暂时还没有想好有什么用处 苏小姐 今天有些话 也许让你们不高兴了 没什么 其实我听说你们和水村的事以后 非常难过 先不说水村 你和梁兄的事 我认为还是有挽回的余地 你们彼此爱得很深 只是由玉玲子从中 这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你知道吗 她做得没错 你不应该输给她 除非你嫌弃梁兄现在的状况 我没有 你还爱她吗 爱就不要轻易放弃 要做出放弃的决定 你就不要再说爱 人应该这样 不要没输给对手之前 就先输给了自己 太胡 谢谢你的提醒 但是 感情的事 苏小姐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想尽快安排好 你和梁兄单独见一面 无论结果如何 你们自己做个了断 好了 你们回去吧 我走了 太胡你自己小心 别忘了今天说的话 三天之内给我答复 来 叶丽朗 给你们多加条被子 干妈 嗯 时间也不早了 你也歇着吧 我呀 就是一个生女儿的命 所以见到你啊 就像见到亲闺女一样 我还以为 桃志不在家的时候 我就见不到你了呢 小桃心里闷得慌 我想陪她说说话 幸亏桃志不在家 她要在啊 和姐姐钻一个废窝的 就不是我了 那就别熬着姐姐了 说会儿话就睡 妈下楼去了啊 那干妈您也晚安 你也晚安 姐 你真的决定 不嫁给梁先生了 你呢 愿意嫁给太胡吗 说不好 我现在 有点喜欢她了 她一天说话老是结结巴巴的 现在挺像个男人的 可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 我觉得自己挺对不起她的 傻孩子 她怎么还不来啊 一会儿记者们都到了 她自己答应的 哪有不来的道理啊 肯定来 你们就应该和她一起来 她的脾气说不定临时变卦呢 不会 就是这个 来吧 师孙 你这可有失身份啊 现在你是大画家了 怎么能坐黄包车呢 应该坐汽车才对啊 就是嘛 我说去接她了 她死活不干 坐车有什么好的 这才叫性格 就是这儿吧 进去吧 走吧 把这一箱子拿去隔壁房间 对 我们不住在一起 等等 谢谢先生 涛志 你收拾好之后过去找我吧 我想先洗个澡休息一下 也好 那我也先洗个澡 对了 晚上吃点什么呀 随便 OK 我先洗个澡休息一下 我算不错我了 那我吃点什么 有点像还是会好的 我也是 嗯 哦 哦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大家都应该看过她的小说 苏琪小姐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 她的小说现在正在南京日报连载 李泰吴先生 著名的摄影家 刚刚荣获全国摄影大赛一等奖 为什么不介绍您身边这位漂亮的小姐呢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她是今天这个记者会的召集人 也是我的好朋友方泽燕小姐 好朋友是什么概念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我的学兄梁秋山先生 他教过国文 我想他的解释应该比较具有权威吧 我们可以不谈这个问题 听说您以前的恋人陶芝小姐和外国光局长是 是什么 是恋爱关系 我想知道您对陶芝小姐的评价 我为什么要对她做出评价呢 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的确很相爱 她是那种崇尚自由的性情中人 由于她的直率得到了我的尊重 我很感激她以往对我做的一切 所以我不想对她的选择做出什么评价 因为每个人要走什么样的路 那是她自己的生讯 母厅 我们想 test所有的不 stair 片段是基 ere的 像是我的肉 那是刘巴给您回来 你再hole 那就下来 我让你思诚 家庭 等一下 我 когда上aled 心里 任 Espheet 云 就是 自拍 你怎么了 不高兴了吗 我的确希望出零 但不是通过这种通静 这不是挺好的吗 明天各大报纸都会有你的报道啊 这些都不是当初我想要的 那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老板 联系 好 哎 苏伊姐姐和梁先生呢 我让他们单独谈一谈 这陰道轰轰的怎么谈啊 我去叫他们跟我回家吧 坏了坏了 林子来了 看来今天得撒谎的还要撒得像真的一样 好 水村 你们都在啊 哎 林子 秋山没事吧 他跟你不喝酒 我怎么知道他有什么用啊 哎 哎 不对啊 他应该回去了 他说他不舒服先走的 还是我们把他送上黄包车的呢 对吧 子言 嗯 对 哎 看什么呢 苏小姐呢 苏小姐今天有事没来 是吗 你以为我骗你啊 那你们转身看看 那两个人是谁 骗子 骗子 喝酒火来骗我 那你是不是 我让你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老板 你这儿怎么有空过来 有消息了吗 有了 快告诉我 他在哪儿 咱们这边台 团长 团长 我先走啊 他是谁啊 小桃他妈 李源梅 李源梅 李老板 您一向可好啊 是我眼拙 您是 这位是王守成王老板 小桃的第一出戏啊 就是他投资 并请专人为他写的剧本 想起来了 小桃在家里也常常跟我念叨去您呢 您看 大人就在眼前了 可我还不认识您 冒犯冒犯 您不会怪罪我就是了 哪里哪里 李老板过去也是这秦淮河边的头牌 今日一见啊 真是风采不检当年啊 幸会 幸会 谢谢 王老板 您过去对我们小桃可是有恩的 现在我的孩子有难了 我相信您不会袖手旁观的 帮他说两句好话吧 好吗 小桃 怎么了 他有难了 团长 不 是他们团里要开除他了 我可告诉你啊 万局长可是小桃未来的姐夫 你这么做 太有事考虑了吧 这样吧 明天让小桃来上班吧 谢谢团长 也谢谢王老板 好 告诉你件好事情 什么事啊 妈去了趟发剧团 怎么着了 妥了 真的 团长他原谅我了 今天啊就该你妈露脸 开始的时候你们团长死活不答应 竟跟我说什么规定啊制度啊 眼看就没救了 这时候 门外来了一辆车 车上就下来了一个人 谁啊 那个人知道我是你妈 就对我十分的客气 团长当了他的面 也就不好再刁难我了 就答应了 明天你就去上班吧 您说的那半天 那人到底是谁啊 你猜也该猜得着了 你的第一出戏 就是他投资的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妈 我还有事情去找苏琪姐姐 今天真谢谢您了 叫你妈起声好听的比什么都强 走吧 你要真的做出这个决定 我支持你 我会尽快完成设计服 学生 你觉得现在这么做 还有意义吗 我想过这个问题 所谓诺言 是不应该随着一些事情的变化而改变的 要不然怎么能叫做一诺千金呢 而且 我不想一个诺言在我手中半途而废 为事而做 已经不重要了 但它至少还是一个作品 一个屹立在这美丽的山水之间的作品 我在考验我自己 到底能不能凭着自己的力量完成的 水村 水村 我支持你 需要我做什么 你尽管吩咐 你的态度 倒是让我始料未及啊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他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就证明他对以前的事看开了 不再耿耿于怀 另外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我会在所不辞的 好 就这么定了 大家等我再设计图吧 走 走 你怎么不走啊 你说一个人 真的那么容易被人遗忘吗 如果有比遗忘更好的办法 你告诉我 我一定会去做的 你也不肯定了 我肯定是否赶好 呢 还不是有基地 我肯定是否赶你 我肯定是否赶不可 我肯定是否赶你 这边的 我肯定是否赶你 老质 你看这黄蜂的景色 多美啊 天快黑了 上海的夜景更美 要不然 我们再去那边转转 转了一天也挺累的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说实话我也挺累的 不过我有个好地方 我们可以饱餐一会儿 到时候休息也不迟啊 真想美美地喝上几杯啊 关你这日子把你给关傻了 没被关傻被你给吓傻了 说吧去哪儿 不是你硬拉着我出来的吗 那一切听我的 我既然来了 就做好被你摆布的准备了 那去我家 反悔了 不是 我只是觉得 怕见我爸爸 我知道你不想见到他 因为他的有些行为 是你所不耻的 其实他这个人 也没有那么坏 况且苏琪姐姐那件事情 我还正和他做着争斗呢 是吗 那么我们之间有信任吗 当然 我父亲的所作所为 会成为你我之间的问题吗 不会 况且我明白 这次案件之所以能被推翻 也是你父亲帮忙了 从礼貌上讲 我也应该登门去道谢 其实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还有什么呀 我父亲之所以插手你的案件 是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说 你是我的男朋友 怎么 我不该这么说吗 叫不车吧 不用 看不出你还满能走的 我可没有万局长那么大的排场 平时出门 安部当车的时候也很多 你知道吧 以前我还骑过脚踏车呢 好啊 那个很浪漫 也买洋派的 以后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齐了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以前的很多生活方式 是你所不齿的 我不祈求你完全地接受下来 我只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 我不再令你那么不舒服 我也就心满意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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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挺兴奋的 你呢 那次我的确有些偷偷摸摸的 不过不是小偷 而这次是被你邀请来的 算是做上课 还好 我还是我 没什么变吧 可我有啊 那次我并不知道你是谁 现在我知道了 你的眼神像灯泡 会灼伤我的 这是我那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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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房间 起来啊你 我走走 你听我把话说 你从来就没有 你从来就没有像我去思念你一样 去思念一个人 你不知道我的哭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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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走 你 你拉起我 我不动你 我 我 你干吗你 走 你放开我 你 公子变 我要 融化你 你放下我 你放下我 白眼光 起来吧有光 附身 子叶 昨天子叶的爸爸有事不在家 我就留在那儿陪子叶了 水村 水村倒是从来不说谎 什么呀 这什么话从他嘴里说出来 全变了味道 我是一个人住害怕 他住在我隔壁 你们这么快就走到了一起 我为你高兴 也替你高兴 只是希望 你们两个不要再出什么差错了 苏琪 我从监狱出来之后 一直没跟你谈秋毡的事 我想知道你真实的想法 如果你不愿意放弃的话 我愿意为你做一切 请你相信我 你和秋山是最好的朋友 我当然相信你 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争取还有没有意义 你不觉得你们是最好的一对吗 事物是在不断变化的 以前你和桃 我也能和水村成为最好的一对 苏琪 你哪儿也别去 我和子嫣现在就找秋山去 今天你们必须谈出个结果来 我们走 我是今天的值班医生 病人是昨天晚上来的吧 嗯 对 病人本人或者家族 是否有心脏病史啊 这个 我不知道 哦 不知道啊 你们接回时间不长吧 好 以后要多注意 昨天晚上她喝了不少酒 好了 你也多注意休息 我一会儿再来看 好